有些什麼理論上你一定要知道 理論上你已經要找到哪裏 因為其實很多時候出現 很多時候做地培養時 放了一些必手底 很多爛東西在那裏 你找到那堆爛東西 但什麼時候那群群在那裏 你一定要用那個時間去找 你知道了之後你就發覺 其實你每次都要按卡 我知道了幾點抓魚 那我不用怕沒有魚 我去到那時候已經到了魚 那口裡下去 理論上有啊沒有的 就是被人釣了 那就要下一個提款機 讀到提款機去找的 其實真的沒有 就是你不在那裏等 我不知道等到幾點 但我去第二個提款機 按不按完之後又是沒有的 第三個第四個 不如就回到那裏 那當我知道了這裏 那麼多個位置之後 原來這個位置要晚上 就是那堂樓那個位置 才能賣到魚的話 那我就選好時間才去封 那裏 就是之前去第二道點 就是當你去找到 當然是你會選擇 三個必手 四個必手 但是我自己懶行 兩個必手已經足夠我 那我通常找這個位置 找二十日左右 那理論上你二十日至十幾天 你起碼就知道了 下面有多少個 好啦 其實就是 那些什麼來的呢 就是那些人做街磚 做地下的那些 人家扔下去的那些 其實可能是 三四個磚頭 放在地下 就是那個標點 那個標點很小的 只不過是你發覺 埋到去是有掛的 你一抽起 過了去就忘了再掛 但是那個標點就是這樣 就是埋到魚了 但是我已經不會有掛到 看見大家 看見大家 就對了